政策暖風終於從7月吹到8月 中央高層日前宣布認訪誤形態 這次的政策有什麼料? 來防成交將會迎來大逆轉? 快點跟Shayna一起來了解一下 這條新鮮滾熱辣的樓市快速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V家地產研究院政策先鋒的頻道 8月25日 駐建部央行金管局發布認訪誤形態的實施政策 明確說明,購房人只要是購房當地名下 沒有房產 不論是否已經利用貸款、買過房 都可以享受首套房的順貸優惠政策 並且強調政策作為政策工具 納入一成一策的工具箱 供城市自主選用 為甚麼呢? 以深圳為例 針對於二套房的判斷 無論你是深圳有沒有購房 無論是你過去的房貸是否已經熱清 只要你有貸款紀錄 就算是二套 首庫是七成的 如果本次的政策落地 無論你在外地有多少套房屋 無論你在外地有多少房貸在還 只要在深圳沒有房 就算是首套房 截止目前為止 全國四大一線城市 以及部分的重點二線城市 全部都是執行類似深圳現行的這種 形狂游形態的政策 大家也注意到 本次的政策印發單位就是 住建部、央行和金管局 額括了中國房地產監管的主要部門 高層都拍板說可以執行 即是鼓勵地方政府使用 何時開始執行呢? 根據VGAL地產研究員監測的數據顯示 大灣區一、二線城市中 七月城市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其中以一線城市代表的廣州 網簽的面積近有50.25萬方 較六月份下降了25% 城郊均低於歷年水準 很明顯 在目前城郊下行的情況下 本次政策有助於釋放市場流動 地方政府肯定會迅速地響應政策 積極地落實政策 本次政策是自7月24日 政治局會議後 首個全國重磅型的寬鬆購房政策 響應了市場期望的需求 但僅僅只是江首富 樓市的短期很難會有比較大的變化 因為市場長期低迷 預期消耗太多 樓市政策想要有效回暖 未來一線城市必將要實施 限購鬆綁 畢竟單脚、營房、無形態 只能夠穩定市場 總體來說 政策的風向 以及傾向回軟 未來將會由更多政策落地出台 有利於穩住居民預期 但整體市場的趨勢扭轉 都是需要時間 提振經濟和居民的信心收服 認為樓市回暖的核心 以上就是今天的樓市政策先鋒內容 如果大家覺得不錯的話 記得按個小鈴鐺 follow我們 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動態 最後也麻煩大家給個like 我們支持一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了 bye bye